锦衣之下同样是染了风寒 喝的也是同样的苦汤药 也算是有难同当了 可两三日过后 路易已经基本无碍了 今夏却是顶着一副压嗓子 多说两句话就嗓子疼得厉害 惹得今夏直呼不公平 却又无可奈何 为妨她把风寒传染给陆恒和陆生 原母直接下令禁足 禁止她在风寒好之前 跟两个孩子有什么亲密举动 其实为了孩子 今夏也无话可说 只是如此一来 不得当差 又不得孩子陪伴的今夏 待在府中尾时无聊了些 路易前面忙过一段时间 这几日也是伤寒刚好 难得稍微清闲了几许 便早早下了指挥府 夫人呢 少不了的每日一问 应是在书房 此刻的路夫人正窝在书房的软榻上 捧着一画本子看得十分出神 除了偶尔的咳嗽声之外 还有小桌上基本未冻过的糕点 也说明此刻的人还是病号 连着食欲都下降了 花本子一夜未尽兴 意犹未尽的正要翻一夜之时 一双线长如玉的手从天而降 猝不及防从她手中抽走了花本子 惊吓愤愤抬头 看清来人后 变脸如戏法 谄媚一笑 朝路易挥挥小手 大人 今日回来的这般早 如若她嗓音不这般沙哑的话 路易想她会更高兴的 随手翻看一眼手中的贤淑 又低头看她 抬头叹了一下她的额头 微微发烫的触感引得她眉头微醋 怎的还不见好 要喝了吗 喝了 一滴都未剩下 惊吓点点头 似是球表扬般的说道 路易摸了摸她毛茸茸的脑袋 微声道要按时喝药 这样才能好得快 那苦巴巴的汤药都喝那么多天了 也不见奏效 惊吓撇撇嘴 良药苦口 给你买了唐人来着 惊吓惊喜的问道 是城东街头那家的唐人吗 未等路易回答她 又是忍不住的几声咳嗽 路易见她穿的也不少 无奈地点点头 牵着她往外走 是 先去喝药就给你唐人 若是嗓子疼得厉害 就别开口讲话了 惊吓默了默 心道本身这几日除了她 自己也没怎么同人开口说过话 大人可是嫌弃我声音沙哑 难以入耳 路易将她的嘀咕听了个灵清 直接使力捏了捏手中的小手以示警告 省得她再胡说 疼 我都这样了 大人还欺负我 哼 刚转过庭廊 就看到拎着要回来盖书 哟 乖孙儿今日回来得挺早 丫头 好点了没 接下苦闷的摇摇头 路易接话到前辈 接下这风寒迟迟不见好 您看是否需要换一下药方 诺 这不就是灵儿配置的新药方吗 马上去煎了的 盖书是一手中的药 麻烦前辈了 你们先去忙着吧 回头要好了 给你们送过来 惊吓抠了抠路易的手 牵着她往两个孩子的房间去 却被原母拦在了门口 弄得她是一脸的憋屈 那我们去书房吧 原母看着路易牵着惊吓离开的背影 张了张嘴 想说风寒为好的惊吓不方便陪孩子 这不影响女婿陪孩子啊 惊吓丝毫没有被原母拦住的不满 反而心情愉悦 因为大人可是没有陪孩子 选择陪自己了呢 小心思自然是满足的 为何这么开心 路易笑意问她 惊吓歪头看了看她 这人眼底的笑意就说明她是在明知故问 自己才不会回答她呢 路易看破不说破 自己的这个夫人 未免太可爱了些 总是这般容易知足 一点点小事便可以让她喜笑颜开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这个叫知足常乐 为了让她更开心一点 刚到书房 路易就变戏法一样的将唐人递给她 果真如她所想 惊吓笑嘻嘻地接过唐人 还不忘冲着陆易竖起了大拇指点赞 夸赞到大人 真懂我呀 路易似笑非笑看着她 摁下她竖着拇指的小手 反窝在手心把玩 我知晓你这几日都没什么胃口 想吃什么可以跟我说 也可以让福伯派人去买 惊吓疑惑地皱着眉头 这几日给你准备的糕点和茶水 你都没怎么吃 整日就知道捧着画本子看 这风寒能好吗 路易解答了她的疑惑 这几日兴许是为了让自己少说些话 嗓子能好受一些 通常不用惊吓说出口 路易便知晓她想干嘛 先一步替她开口了 今下偶尔也难以相信 自己与自家大人为何如此知晓对方的想法 但仔细一想 从二人初始办案 到如今结为夫妻 自己与路易似乎一直就是默契的 这大概就是旁人口中的心心相应了吧 自然之间断下道 我们下车的船 就在这里做法 在这里做法 从二人初始办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